大家好,我是酷奇 昨天尝到了新降临关卡的可怕之后呢 这次决定要正面迎击 作为一个单人可以安定周回的队伍 使用的队长跟之前一样 兽神配海魔女 另外加入三只重要的角色 我们就边攻略边介绍 那么就出发 GO 这次的编程有三只变身角色 所以SPE要求的数量相当多 开场我们先开大蛇的技能 做延迟 然后耐久三回合 透过延迟的技能 顺便也可以等觉醒无效解除 那我们开启兔子 和队长的海魔女 这里可以的话就顺便解下锁 有解锁的话下一个版面会比较好看 敌人目前还有两回合的延迟 所以就算打到超根性 敌人也不会行动 那我们把另外一边的海魔女开启 一样 转版面 第二关我们先开海魔女 虽然敌人会转版面 但我们只需要有一串水 就可以打穿两只 这边唯一要注意的是 如果队伍的血量没有配到九万以上 请做一下L字减轻 如果有的话单纯消五颗回复就好了 在这边 可以给角色吃一些潜在的防邪魔掉落 或者是毒掉落 版面比较不会被干扰到 但其实就算没有 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第三关的敌人会有无法天降石回合 对于没有combo加成的队伍而言会相对辛苦 但海魔女在回复的五颗之下 有三combo加成 在最后的boss也比较好突破 这只角色比较麻烦的是 在突破超更新之后 会锁版面 这个时候版面没有回复的话就惨了 所以我的建议是 让一只角色继承解锁技能 才能开海魔女的深层回复 不然很有可能会翻车 这次的降临boss会给转转石回合 这个时候就是兔子的登场 在确定版面有四颗以上的水珠 以及两颗以上的回复后 就开海魔女 立马接着开兔子锁版面 直接做贯穿打过 进化后的boss虽然有先制 但真正痛的是后来的普攻 有三十多万 所以我们就把兽神继承的迷龙技能开启 除了有积简外 还有攻击上升 一次把两个男神的状态解决 接着就跟上次一样 不过就不用特别看版面 直接开海魔女和兔子 我自己的习惯是 因为开完兔子会锁全版面 建议还是做一下解锁 这样在开完技能之后才不会被干扰到 过超根性之后 一样的作业流程 其实蛮多亏有迷龙的三维尔两倍攻击 版面就算没有很多水珠 也要能够轻松打过 经降临关卡 准利通关 这个是以我目前手上有的角色做的编程 像是天阳神 找个SP多的角色就好 大蛇的话找SP多 有延迟 像是术索 也能够完美的取代 只是目前能够有一回合锁出技能的水属性角色 就只剩下兔子而已 除非未来有水属性 可以解转转技能的角色出来 不然真的有些难被取代 希望这次的编程 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喜欢我的影片 希望能够帮我顶个赞 那今天影片在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